这个爸爸太狠心了 看着自己的儿子小赛罗 被怪兽狠狠地挨在地上欺负 他不但不帮助儿子 还在旁边跟怪兽加油打气 弹吉他唱着欢快的歌曲 大德好 大德苗 大德他呀 挂挂桥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爸爸呀 这家伙是不是有病啊 对呀 他怎么不来救他的儿子啊 是啊 可能老大有毛病 然而他的女儿小格力乔 刚刚要被怪兽欺负了 他却怒气直上升 爆发出强烈的战役 一顿猛烈的输出 把怪兽们揍得鼻青脸中 有的脑袋都砸进石头里 有的尾巴朝天 一个个躺在地上已动不动了 回到家之后 格力乔冲着赛罗大叫 责怪他不救自己的儿子 而他居然还很高兴 躺在椅子上舒服地晒起了太阳 这究竟是什么回事啊 原来事情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就在今天早上 小赛罗背着一把奇怪的枪 在路上遇到了贝利亚 小赛罗 快点给本老大跪下 马上加入黑暗 否则今天就把你抓起来 关进黑暗空间 让你永远也出不来 什么 我今天带着秘密武器了 你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那就让你尝尝我新武器的厉害吧 只见小赛罗一枪打过去 贝利亚居然变成了小赛罗的样子 就在贝利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小赛罗已经偷偷地跑掉了 这不是小赛罗吗 快点给我揍他 你们敢 我是你们的老大贝利亚 你骗鬼了 还敢冒充老大 最可恨的是声音还学得这么像 狠狠地打 给我狠狠地打 我真的是贝利亚呀 我是你们的老大 大得好 大得秒 大得他呀 挂挂桥 大得棒 大得赞 大得他呀 喜巴兰 格里乔知道真相之后 夸小赛罗的发明居然这么厉害 不但给他点了个大大的赞 还要给他小红花作为奖励呢 小赛罗被贝利亚抓住了 贝利亚要他教怪兽们唱歌 看吧 他正在努力地教着了 想听就给小赛罗点个赞 让我们看看他教的怎么样 小赛罗 今天你就教一首 铃儿响叮当 就是那首 叮叮当 叮叮当 铃儿响叮当 要是我回来发现你教的不好 本老大就要把你吊起来 屁股给你打开花 认为贝利亚是坏蛋的 口一一一 贝利亚干坏事刚回家 就听见怪兽们在唱歌 贝利亚 贝利亚 臭得像叮当 脑袋像个大美球 眼睛大得像跳牛 贝利亚 贝利亚 笨得像叮当 每天都去搞破坏 结果天天都失败 认为小赛罗教的好的 可以磕三个鲜蛙 请听听 真难听 我打零分 重新教一首 红散散 就是那首 红散散 被杠杆 大家一起吃饭饭 脚不好 我把你扔大海里 喂鲨鱼 贝利亚 干坏事刚回家 就听见怪兽们又在唱歌 贝利亚 贝利亚 坏蛋笨蛋打杀蛋 嘿嘿 贝利亚 贝利亚 西瓜东瓜打杀瓜 嘿嘿 我要大声 告诉你 贝利亚 吃晚餐 把你扒当饭饭 哎呀哎呀 教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要是被别人听见了 还真以为我扒你扒当晚餐了 太难听了 我打零分 大家也不准支持小赛罗 为了不让小赛罗 我把怪兽们都教坏了 贝利亚把小赛罗这个小祖宗 直接送回家去了 然而 贝利亚 贝利亚 坏蛋笨蛋打杀蛋 嘿嘿 贝利亚 贝利亚 西瓜东瓜打杀瓜 喜欢大宝的视频就点个赞哦 雷德王和赛罗躲猫猫 雷德王躲起来 赛罗来找 谁输了就围着这个大跑道 跑一圈 赛罗师傅加油 加油 我会给你光 打败玉米棒子 第一局 本大王从小就喜欢躲猫猫 我躲起来赛罗肯定找不到 大家快看 这里有个好地方 这里有块大石头 大家信不信 我就藏在这里 赛罗都找不到我 要是能找到 我就做一千个 仰卧起坐 于是雷德王变成了 一棵小树 然而他刚刚藏好 赛罗就找过来了 玉米棒子 别装了 你能不能长点脑子 以为变成小树 就想骗过我 一千个仰卧起坐 开始吧 为什么本大王变成小树了 赛罗都能发现我 哦 我知道了 肯定是我变得树太小了 下次我已经变个大的东西 看你怎么找到我 小朋友们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一小树太小了 二石头上不能长树 第二局 上次是赛罗的运气好 这次我要变一个大一点的 赛罗肯定肯定肯定找不到 他要是能找到我 我就做一万个福尔铲 于是雷德王变成了一瓶矿泉水 雷德王刚变完 赛罗又找来了 雷德王 别装了 因为变成矿泉水 我就找不到你了吗 麻烦你不要侮辱我的智商 这么大瓶水 你给谁喝了 一万个福尔铲 赶快准备 为什么又找到了 哦 我知道了 肯定是我变得水太干净了 下次我变个脏一点的 小朋友们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一 水太干净了 二 没有这么大的矿泉水 第三局 雷德王这局学聪明了 他变成了一只脏兮兮的垃圾桶 这下总不会发现我了吧 一点也不起眼 谁也想不到 我真的是个大聪明 雷德王 你这个家伙 真的是太小看我赛罗了 真的是气死我了 你还是直接跑一圈吧 为什么赛罗总是能找到我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呀 难道是因为我太笨了吗 认为我笨的就点个赞吗 啊 这么多人点赞呢 小赛罗居然给本老大留言 贝利亚你是个胆小鬼 你敢不敢到我家里来帮我写作业 只要你敢来 我就认为你不是胆小鬼 写 小看本老大的人 可是要后悔的 不就是写作业吗 有什么不敢的 好 我明天就来 你给我等着 写吧写吧快写 这只是一小部分 等你这些写完了 我还有一大部分拿出来 什么 这只是一小部分 啊 我不要报警写作业啊 啊 我不要报警写作业啊 贝利亚被吓晕了过去 小赛罗还对他进行抢救 最终贝利亚挑战失败了 大家认为他是不是胆小鬼了 一是个超级胆小鬼 二不是胆小鬼 还有小迪加给我留言 贝利亚你是个胆小鬼 你敢不敢来我家里 让我的朋友打一两拳 你要是不敢来 你就是一个百年难得一见的胆小鬼 是吗 百年难得一见 本老大可是黑暗帝国的皇帝 居然敢这么看不起我 就你朋友拉点力气 最多就给我老两羊 我要是胆小鬼 其他人就是胆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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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小孩 把你的朋友叫出来吧 让他打我两拳 我就是他的朋友 打你还用两拳吗 一拳就把你给打飞了 这是偷袭 这是偷袭啊 我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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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利亚的挑战又失败了 小朋友们 大家认为贝利亚是不是胆小鬼了 一不是 二 是是是是是 什么 托雷基亚居然在给赛罗奥特曼洗脚 原因竟然是小赛罗的惩罚 小伙伴们 觉得我厉害的一定要支持我哟 贝利亚最近特别嚣张 他学会了冰冻绝招 一招就把杰德冰冻了 他还学会了火焰绝招 一招就把泽塔的屁股烧着了 他还学会了挨揍绝招 一招就被赛罗给打飞了 本老大就是最厉害的 接下来我要消灭人类 不好了不好了小赛罗 贝利亚又在干坏事了 你爸爸都被抓起来了 既然有人干坏事 既然有人坠入黑暗 那就让我满击小赛罗 来维护正义吧 耶耶好帅好帅哦 于是小赛罗战力全开 前去找贝利亚算账 剪刀石头布 贝利亚我出的剪刀 你出的布你输了 贝利亚战败了 他接受了小赛罗的惩罚 他头顶一盆花 手抬两狗头 乖乖的在这里承认错误 邪恶来了他不怕 一把剪刀走天下 你认为小赛罗厉不厉害呢 一一点也不厉害 二非常厉害 我会支持他 自从贝利亚被抓了之后 怪兽军团推选出了新的老大 托雷基亚 他带着怪兽到处搞破坏 又把赛罗给抓起来了 不好了不好了小赛罗 你爸爸又被怪兽抓住了 既然有人干坏事 既然有人欺负我爸爸 那就让我满击小赛罗 来教训他吧 耶耶好帅好帅哦 于是小赛罗战力全开 前去找托雷基亚算账 托雷基亚 你给我爸爸洗脚 你给我爸爸去背 还有你给我爸爸扫地 其他没活干呢 都给爸爸跳舞 要是表现得好 每人奖励一杯奶茶 本帅哥先把丑话说在前头 谁要是敢拖我的后腿 让我拿不到奶茶奖励 我就要他好看 雷德网由于不喜欢奶茶 也不愿意干活被怪兽们 啪的一下直接扔出了大门 邪恶来了他不怕 一杯奶茶走天下 大家认为小赛罗厉不厉害了 一一点也不厉害 二非常厉害我会支持他 啊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